攸關勞工權益 這耗17年的最低工資法 今天立法院完成三讀立法 將消費者物價指數 納入因參財指標 並且由最低工資審議會負責審議 明定勞僱雙方議定工資 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違規的話 最高處一百五十萬元罰還 並且公布姓名 工商界是肯定法制化 不過勞工團體則是批評 罰內容是換湯不換藥 文字修正決議最低工資法制定通過 攸關勞工權益的最低工資法 十二號在朝野黨團甲級動員下 上演表決大戰 三讀通過 由於現行基本工資調整 是一基本工資審議辦法 只是行政命令 耗17年後 終於將行政命令 提升為最低工資的法律位接 明定最低工資審議 因參財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的年增率 也擬調整幅度 同時可以參財 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等的指標 通過立法也讓基本工資的 一個審議程序 致命令提升到法律的位接 最低工資法也明定 由最低工資審議會負責審議 勞動部應該在會議結束後三十天內 於官網公布會議記錄 除審議會認定 有令訂實施日期必要 經政院核定外 自四年一月一號開始實施 勞固雙方議訂工資 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為則儲兩到一百萬元罰還 情結嚴重者 加重到開罰一百五十萬元 並公布姓名 在於黨不滿修法的結果 勞團也批評 CPI年增率只是因參財 參財就是僅供參考 最後一樣是由審議會 共視覺處理 根本是換湯不換藥 不過工商戒則肯定法治化 讓審議的機制透明 也希望廣納工商界代表 進入最低工資審議事宜的研究小組 將業界建議納入參考 記者陳阿欣 謝正寧台北報導